老师你好 我刚刚看完诊 我要来拿感冒药 好 领药 感冒挂病后 看完诊来到药局领药 正值夏季 药师还会多提醒这件事 在三根患者告知服用完药物后 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 受大太阳曝晒 或待在闷热的环境 因为这很容易增加中暑风险 感冒药里面有含抗主治安 抗主治安来讲的话 有时候会抑制到我们的一些 会出现一些抗胆碱的作用 那这个作用来讲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排汗 有受到抑制 药师说部分药品的成分关系 会影响身体的排汗 或是增加体热 像是感冒或过敏 常吃的抗主治安药物 就会抑制副胶感神经 影响排汗 另外治鼻塞用的麻黄素 也会造成血管收缩 减少皮肤血液流量 导致散热差 同时还增加代谢 热能产生 让体温上升 如果又在闷热环境 就很容易中暑 热衰竭或是中暑的个案 最多还是老人 它的体温调节功能就下降 那第二个老人的话 多少会服用 我刚才讲的一些药物 比如说常见的 像高血压药物 其中的乙型阻断剂的 一个成分在里面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排汗 全台有慢性疾病的人数多 也是中暑高风险族群 除了感冒药外 会导致体内产热的 还有并用两种以上的 忧郁症药物 减肥药或甲状腺素 而抑制散热的 则有利尿剂 降血压药 三环抗忧郁剂等 另外会加重热伤害 还有非肋固醇 抗消炎药 和部分抗生素 如果近期有失感冒药 或长期服用药物的患者 在夏季高温环境下 得千万小心 东森新闻 黄藤一财军旗 台北报导